來把青鋼贏吧 多粗魯 他這裡可以開激跑追逐 可以打我一個閃 這剛剛也不好打嗎? 他在幹嘛 這哥們在幹嘛 下波線還要對 把這個推了 他在幹嘛呢 啊 誒 這都不行 我已經看透了 卻不過是我的專長而已 大郎出來太晚了 他怎麼蹲在這裡啊?我操,他蹲這裡都好,媽蹲太後面了 這根本也沒有 但是他不見面目會中 還是,他可能要坐過 我也是 我也要問他,他有紋爛 他不見了 還是大嬸爽 對 現在 是 又是在這場上的場面 來吧 這場上的場面是最重要的 就像一般的敵人一個人 一般的敵人一個人 又是一般的敵人一個人 Eleman's in the same way 黑暗楚魔,你想像更近 技術將被控 在忙,你在幹嘛?他怎麼這樣子玩 你怎么这样玩游戏呢 他在干嘛呢 我吵这哥们 他是不是不懂怎么 怎么玩猫王这个英雄啊 每次猫王都吃二段Q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烦 走了 剑魔又被搬了 剑魔又又又又又被搬了 被卡莎搬了 我接纳了我的使命 买这个买个布甲方神上还不错 凌宝怎么样跟我一样强 我其实也不强 我其实也不强 只是玩的比较多 我真不强 自立的女性应该更加流行 上所有刀 蛮王想看烧鸡 蛮王被大姐姐给诱惑了你 蛮王是上上把寒冰的老公 原来就是 怎么又有死我的人 华操好痛啊 我超好痛啊 真的痛 假的痛 这版本剑魔还厉害吗 还好其实 其实还好 是魔这版本 其实还好 蛮王这挺强 等级装备还领先使 青钢磷特别难打蛮王 我之前还玩蛮王的时候 对面选青钢磷没剑魔我经常 经常拿 拿蛮王打青钢磷 一刀就死了 不得到 idade阳 不是 是 有 很快 这 他 什么 巧 那 你 是 是 有 我 有 我 有 你 有 有 我 我好像錯過了一點 必須沒跟進 還行 卧槽,這麼痛啊 青甘你這英雄要細節好多呀,我總玩不好他 這英雄真的要細節太多了 他直接反甲,有理解 好像沒什麼問題 他出反甲好像沒啥沒啥問題 神分,其實我感覺我可以出三項 我也可以 對呀,青鋼影劣勢琴線特別慢,他優勢也不好琴線 上一個離開的,其實應該有 Win-Man,我就會強到,再強了 沒什麼問題 好,我怕是暴躲的,跟蜂子暴躲,我還能暴躲 清卡你这英雄你要知道怎么 怎么利用冰箱去给别人打才会厉害 燃刀在上 他闯不开大呀 他不开大就直接死了 这英雄出了神分就开始变得牛逼起来 我清卡你现在好强势呀 他只要神分出了之后还真是 出了神分之后就是 No.1的伤害 我是他就开吉跑上来砍 看来他是真的不太懂怎么满王打清刚你 还是他都不会玩满王的英雄 清刚你好打剑魔吗 看操作 清刚你好不好打剑魔看操作 必须不计代价 必须不计代价 打架去喽 蓝刀现在疯狂点满王 这把还好 螳螂前面还反对那波还挺有用的 这样子打架 这样子打架 我这个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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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笨蛋帮忙A一下可以再吃一层 他疼死了我操 最终会坏大事 可以吧控制底下 他撞我直接E E了之后再E上去,不过没E到E的脸上,所以我要交这个闪 护宝66秒,帅,哇操,这样子帅 石头龙应该是很容易被青岗影秀的 直接E他就行了,撞你就E 他那一瞬间你就是往墙边丢E就行了 E被控制底下 就算你被控他那个狗手也会把你勾过去 哈喽 喂 九頭蛇改成被動 剩能躍嗎好像挺難躍的 我一絲血 哇這麼肉呀 快死了 現在這塔打人是真的疼 疼得要死了 疼死了嘛 啊 抱歉兄弟們 抱歉 一角都要血 應該六七百 這樣應該還沒到 他是按照等級成長 就是青鋼營等級越高的體能越痛 打得退 老公 屆 血 老公 居服 牛 口 主播好短 问吧我这个 我这个青岗云怎么评价 还能看不 应该还是能看 这么痛 开出来大了 哇操这么痛啊 快走快走快走 没有食物赶紧走 有东西但是不多 这东西太难玩了 除非你让我天天玩 你让我天天玩 你让我天天玩 玩一个星期 而且还要打高分段那种 可能就玩懂了 而且你得 没把让我对不同的英雄 这我就懂打 这东西得那个 得多看别人玩才行 有自己也得玩 这英雄太难玩了 如果说你精通晚豪需要玩100把那你玩青岗云精通至少300把 这个英雄的熟练度你想掌握是晚豪的3倍 因为晚豪简单一点 也比较无脑 但是你想精通青岗云就有点难了 青岗云天地挺多的 青岗云的天地真的挺多的 金刚云的天地太多了 精通石头人要多少把 500把 多少500把 TY了没办法 距离太远 拥了 导致太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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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 天敵是武器嗎 青鋼打武器我覺得還好 手能度越高 還可以打 我覺得青鋼打武器有點像劍魔打武器 你手能度打不了手能度高就還可以 但是也還是很難打